四周各地如宇童風的太陽不嚇人 科學家掌提供可能穿 už農藥有關 不過和前度明確的答案 台台陣的課兩位的研究團隊 用連二個電子越泰瓦來做研究 發顯講使用一時的 如果洋蔥順開陶風的身心裡頭 會無核熟悉機業的能力 出生個愉快群的風的生態如會變界 提供的不是有个微信发现 南求发现雷尼古丹的农药在台湾 未会共捧重途 一般密封它只要不洗饱的花蜜以后 它就应该要回去了 可是四支PPP之后 它会在这边停留 稍微它的眼睛看得出来 它是非常不熟 它不直接回去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状况 南求团区经济部发现 韩卡都只能够在台湾 虽然没硬批对乳冲散生涯用 但变成新捧过后 才有非常严重的顺惠 不能忽略很低剂量的农药残留 对于一个密封的风群所造成的影响 它未来可能会丧失掉它的学习记忆 没有办法从这个蜂巢到它的广化之间的距离 它记忆的话 可能它的未来在采集能力上面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在台湾 雷尼古丹盖撒充时没有共用的问题 也不用共用冲息禁止在台湾来到農用 用独二条法来到提前做无论 不过没有全面紧急 用安心表示 来到独黑洞铺片使用它弄用 推翻黑不黑为安永组 也需要有风险求在警方评估 好感谢